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搞医院 然后他们主要的钱都是花在网站上 但是当然后来 这一种说法 但我看到这种说法 那是百度后来挣着钱之后一般都良心发现了 就慢慢就说觉醒了 就说开始了 可能百度分了我一点 我觉得这有点像 我看到的就是说百度开始有点抵触 就是说你们莆田这些医院 我们不要不挣你们这个钱 然后呢好像莆田就要抵制 百度就不给他们这个钱 好像我听说的 好像什么我听说的 跟你们这种百度听说的都不太一样 我来给另外一种版本 来来来来 这是莆田系还是百度系 这是公正的 第三方 独立第三方 一造谣的 一呢 莆田系是中国最早开始社会办医的一支力量 最早是他们来包个诊所 在这个医院里边包几块 包一个病 包一个病区 成立院中院 甚至慢慢自己再开医院 但说他的源头起源就是那个老军医啊 所以你熟吗 你看我都不知道 我为什么熟呢 我为什么熟呢 因为经常是 看女人电视杆子看 不是 我为什么熟呢 因为经常是强强三人行的形式 是 半夜里就三 最近能勃起吗 这个吗 看来他是吃过亏 一针零 一针零 然后结果不零 然后又打一针 又不零 再打第三针 人家普天西在进步 从那起源 现在还治心血管病 什么病他们都生 现在已经在很多地方 一规模很大 也都是三甲医院 二甲医院 也都是在我们伟大的祖国 这个卫生系统的监督下 来做社会 来做这个公立医院的有效的补充 这是我想说的第二点 第三点呢 百度呢 的确是一个很规模很大的公司 现在是在这个搜索引擎 在中国是绝对的第一 这无可争议 对吧 而且在在我国 Google呢 你说要彻底不能用 也还好 一会儿零 一会儿不零 一会儿零 一会儿不零 就像你当时说 到底这真零不零 这人 Google在中国变了莆田系的风格 没有 这是过去 莆田系给人的印象 不是这样 好了 再往下说 第四点 第四点呢 通常在这个网络时代 早期的网络时代 甚至包括现在很大程度上 很多人想知道点啥 要用搜索引擎 你说 问这个 光问这个 多文涛说 这真零不零 有可能是他一个人的体验 但是想知道 别人的体验是什么 想知道相对公平的东西是什么 好了 这样的这个搜索引擎呢 就开始 听央视说啊 就开始有这种竞价排名的机制 什么叫竞价排名呢 比如说 同样搜索 纸杯 你要是纸杯的这个开发商 制造商 你多付一点钱 他个排名可以给你靠前一点 甚至在右上角 还会出现 你的链接 对 购买的链接 对 点进去 点一下 这不就有可能产生销售吗 这个销售 如果是这样完成的 搜索引擎 收一点钱 这是我理解的 这个竞价 我现在发现 现在特别多的还是医疗器械 一点 治什么病 旁边出来很多医疗器械 天天要点这些 都研究 你把这好闲啊 好了 来言之隐 听他们讲呢 呃 我也是看一些网上的 不见得百分之百准确 但是这个趋势是越来越贵 越来越贵 这从生意的常识角度可以理解 如果一家独大的时候 那我不提价谁提价 啊 价格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然后到一天 哎呀 我挣点钱 全给多文涛去打阵了 不干了 老子 我的理解有点像这种意思 哦 你懂了吗 那莆田系现在是采取了什么行动呢 他们呢 有一个 类似于行业协会 我觉得有一个 不是类似 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行业 行业协会 有一个联盟 联盟呢 说大家如果都要交这么多钱呀 呃 越来越贵 越来越贵 这个这个所谓的 这个税 我们不交了 行不行 说 哎 不交了 可能也谈判几句话 我具体不太清楚啊 看他们那个公告 说我就呼吁这个协会 这个联盟 下面不交了 我就看到那张纸 然后百度出一张纸呢 说 哎 我现在越来越严格 这个准入 越来越严格 虚假广告 所以我不接了 所以这 所以才有两方 这说法中间明显有差距嘛 哦 我刚才说一二三四点 给你讲讲历史背景 哦 因为这方面我还相对 那这个事呢 为什么会影响百度股价 就是因为实际上 普田系 给的那个 竞价排名费 在百度来讲 占的收入 非常大 非常大 所以你知道 现在就出来一什么问题呢 这个 最近有一个 中国妇产科协会的 跟你同行 一个专家 这些人我都认识 写了一篇文章 他就是说啊 说是这个 军队医院 嗯 大家都爱讲 这个军队医院 那边那天 有一天出了个事 就在上海 有个医生 好像叫什么新秋华 但就别说他名字了 比如说叫叫叫叫文道吧 他说你连文道吗 嗯 啪 你个骗子 干嘛了 说你 你不是北京的吗 那张布林吗 就是不是 你到底北京的 还是河南的 你是什么地方的医生 就是说 后来他一查呀 这个医生发现呢 在北京的一个军队医院 有一个跟他 同名同姓 同名不就 而且那个行医资格 完全copy 被套牌的 套牌的这么一个医生 就他就发现 我知道这事 那个军医医院 那个军医 后来他们讲啊 就说某些解放军的医院 整个科室啊 是承包出去的 当时军队比较乱嘛 对 因为所以说 他比较敢干嘛 没错 承包出去呢 你去看病 你以为是到这个医院 以为部队医院很可信嘛 但实际上 他是承包的 很多就是这种 据说是莆田系的 有可能 这种医院 而且我就不懂了 这位妇科专家 提出了一个识别法 他说 你就看 他是不是在宣传上 还拿宫颈弥烂当病 就是说 都在说 专制宫颈弥烂 他说这个 现在据说 现在医学的认识 宫颈弥烂 已经不是病了 这个我 我在这个电视里 呼吁一下 宫颈弥烂 听上去 非常可怕 非常弥烂 但实际上 不是一个 需要治疗的病 这个大家可以再 又得用百度 没办法 他只有一家 百度一下 这个龚小明大夫 对对对 我说这就是龚小明 逗号 这个 宫颈弥烂 不是龚小明 龚小明是个男的 他也没有宫颈弥烂 就是龚小明 拜托 逗号 宫颈弥烂 看看他对这片 非常全面 公正的科普 简单的说 中国整个的医疗环境 这个打开说 时间太长 都有过度医疗的 趋势 或问题 价格太低 以药养医 以检查养医 以过度治疗养医 造成说 你招不让我 用市场的手 来调节这些 正常的行为 那就会催生 这些过度医疗 其实呢 不只是普天系 你去大医院 有时候 你看他会给你 开出莫名其妙 一大堆药 给你开出 一大堆检查来 这个不是 我不认为 在现在的医疗界 这是区分 莫田系和非莫田系 原来或许 十年前 他们有一个笑话 三句话 这个莫田系的 这个 我冒着被 被人批的 这个风险 不会的 我们有保护伞 你就是我们保护伞 一根灵 我是尼婆子 有事就说掏歌的人 第一呢 比如你来看 闻到 病很重 第一句 病很重 第二 第二句 能治好 第三句 得花钱 现在变得 差不多 基本的大夫 所有医院都这样了 没错 就有个女记者 就打电话上去 到这个科室 就说 我这个公家迷烂 那边说 公家迷烂致癌 然后得赶快治 怎么怎么着 我们专注公家迷烂 就是 你看公司大义 跟我刚才说的 总结的一样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你看 我觉得这事儿呢 这两边吵架 就莆田戏 刚才大家说了这么多 他们的过往的事 当然现在呢 也不见得是这样 但大家对他印象都不好 但是另一边呢 百度也不见得很好 所以这事儿呢 我觉得用广度的讲法 相信这叫我们旁边的人干嘛 这叫白花生 白花生干嘛 等看戏 因为你看百度啊 坦白讲 我刚刚听冯唐先生讲 我们都知道 现在他是一个垄断的 在中国几乎是一个垄断 一家独大的一个搜索引擎 他从来 就当年他搞进驾排名的时候 就已经被骂 大家都骂了 所以为什么当时很多人喜欢用Google 就觉得Google比较公正 因为我们用搜索引擎这个东西呢 是希望能够查出一个比较客观的 公正的第三方的东西来 公正的第三方的 而且大众的 依靠大众的支持度 喜好度 关注度来排名 这是正常的 但是结果你搞个竞价排名 那这怎么办 而且这不是一个 做有 怎么讲 不是一个有原则的 IT公司赚钱的方法 在我来看 延伸说去呢 下面有几个问题 对于普田 普田系 甚至其实用百度净价的 不只是普田系 当然 还有其他很多医院的 对 好了 甚至其他行业 能不能脱离这种 体系 体系而存在 也就是说 你的病人不来自于百度 不是百度来劲倒的 能不能存活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要问他们 对他们是不是有好处 中长期 很有可能对他们来说有好处 如果你是靠竞价排名 这么引过来的 那从来都是带有一定的虚假性的话 你怎么办 第二对于百度来讲 没有这一块 你活得下去 活不下去 第三更多是对于监管来说 那百度这么一家独大 合适吗 或者是说 对于这个监管医院 医疗机构这些人说 这个过渡医疗 你到底想怎么办 到底怎么弄 虚假医疗怎么弄 虚假广告怎么弄 其实存在一系列的问题 只是从这次 私插这块引发出来的 我再补充一点 福当兄 而且还有一块 对用家来讲 老百姓来讲 比如说我上网查东西 我是真想 比如说我很关心 这个什么什么问题 一针到底灵不灵 要找个人自治 你一查上去 他给出的答案 全是这种竞价排名的结果 你怎么 这个 用户怎么办 对我怎么办 接着问下去 用户怎么办 转过来 其实有可能是生意机会 是 因为自己本身 做管理咨询的 本业是这样 什么机会 就是如果大家 不信百度 Google 又实不灵 这种状态下 比较公正的信息 如何比较快捷的得到 再弄一个搜索引擎 可以再弄一个搜索引擎 也可以利用 现在的社交网络 比如现在很多时候 我在微博上 我在微信上找东西看 是 变成另外一种搜索形式 他就是社交私人朋友圈 这么一种 还更可靠些 还有 在不同的领域 会出现一些 所谓代引号的大V 就是意见领袖 这些意见领袖 因为他更珍惜 他自己个人品牌 有可能说的 更中立一点 有可能说的 更良心一点 所以说 比如说 问 一真灵 从哪去 文韬 你讲讲一真灵 你变成一真灵的专家 变成一个男性性病的专家 有可能我就不去百度了 文韬出一个文韬知性病 APP 所以你知道吗 你这个某种程度上讲的就是 咱们这社会 公信力不灵 最终还得靠私信力 这是某种私信力 就你信这个人 信一个人竟然比一个公信力 所以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 你说咱们 咱们这个利益啊 怎么就能绑架了所有 你看 你看电视台 什么都听到传说 票房是假的 收视率是假的 奖是假的 奖也是假的 什么都是可以交易的 观众投票都是可以是 连人家的 但这个东西 学位是假的 医生是套牌的 车是套牌的 没错 我觉得最可悲的是什么 坦白讲 说句话 也许很多人听不惯 在我看来有时候是国家甚至还重荣了这样的事情 你比如说像百度为什么会是一家独大 那你就是因为谷歌时零时不零嘛 然后你百度做了这么样的一些事情 这么 而且我觉得对IT产业对它本身也不好 因为你作为一个搜索引擎起家的公司 你如果目标放眼国际将来在全球竞争的话 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你的搜索引擎技术的开发 不是你的垄断地位 对 但是因为他现在能够垄断一个13亿人的市场 在这个市场里面 他就可以想各种花样 把里面的钱一层一层的掏掉 他不用去干那个事 他还是一个上市公司 他还有普通压力 对吧 还有业绩压力 那这样子的时候 但这个东西是怎么造成的 其实跟我们的政策各方面都有关 那么结果就变成这样 但我觉得刚才冯尔讲那个有意思的是 我们会看到一个 就当年脸书 Facebook跟Google 很多人说他们会竞争 也很多外国人说 他们怎么可能竞争的 完全两码事 对吧 你一个社交媒体 一个搜索引擎 但是你在我们中国 现在这个情况下 你就会看到 原来社交媒体跟搜索引擎 有可能会竞争 是的 就刚才说这个情况 就像早期 你说像中移动 中电信 中联通 怎么会跟腾讯竞争呢 是啊 你一个原来做PC机的 做这个online chatting 没错 现在呢 中移动没那么牛了吧 嗯 没错 所以咱靠朋友圈就把你们灭了 对吧 这家伙既然是浑水 对吧 就是浑水摸鱼嘛 对不对 相信 所以其实有时候还要回归本质 什么是真的 我一直认为 真大于善 大于美 否则你的美 就是假美 善是为善 你这个 虚伪 我最近这个 他这个朋友圈还出了个人民日报 我可以让他们放放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天天看我朋友圈 对对我就注意你传播了什么谣言啊 就是这是1958年呢 8月13号的人民日报 挺有意思 武汉又散播谣言 你看 这可不是他散播谣言 就是早稻亩亩 36,900多斤 咱们在那个时候就创造了这样的记录 你知道花生亩亩 能把杨龙瓶给吓死 是吗 花生亩亩 10500多斤 你知道我想说这个是什么呀 就是我有这个很深的一个感触 就咱们这个民族啊 什么时候说过真的 就理由是不同的 也许在 以前也许是因为政治的理由 是因为某种宣传的理由 没有说出真话来 今天呢 他还不是真的 你能慢慢 为什么呢 今天是为了钱 为了利益 这是你甭管理由在变换 但是什么时候都不说真话 我觉得很可悲的一点 而且是有时候看到一些报上 哪怕像人民日报今天有过 也还会有一些评论 一些采访 称赞一个以故事的学者 知识分子大作家 说他这个人很厉害 怎么厉害 或者有老领导很厉害 因为这个老领导常常叫大家 要说真话 说讲真话价值 你想想看 我们这个国家 大概是三亿人 里面有多少成年人 这么一个成年人的社会 里面一天到晚 有人说这个人了不起 为什么他说真话 这什么意思 就其他人全在说谎了 全是骗了 当我们这个国家 今天还老把说真话 当成一个称赞人的 一个很了不起的品德的时候 你想我们是什么情况 是什么状况 对啊 你说是为什么呢 方老师 其实可能我觉得 还是大家心态急了 想走捷径 因为有时候真相 妨碍你走捷径的时候 你就开始有动力 周围如果每个人 都用做一点假 说一点假话 或者说少说点真话的方式 拿到了他想要的 就有很强的示范作用 就像如果你都不等红灯呢 那就没人等红灯 红灯绿灯都不存在了 没错 而且我就觉得 就是咱们好像 其实是不鼓励你说真话的 要鼓励你说 你别人真善美啊 鼓励你说善话 对吧 鼓励 你不是老师就跟孩子说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你应该说那个 我认为好的话 对啊 你怎么能说你想说的话呢 你怎么觉得老师很傻呢 对啊 对啊 他根本就不鼓励你 你讲 而且就是一切 最后啊 你看我们今天就是生活在一个 完全 你你你也是个混沌的 混沌的情况 你什么你也不知道该相信谁 对 你自己也没有说出真话 所以变成说真话呢 或者诚实这个东西 不是一种常人的美德 就我我常区分了道德 我们今天中文是 比如说讲学雷锋 或什么 呃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太过 集中注意力去包扬 高举一些英雄的道德 嗯 但在我看来 我我这么很粗略的分析 所谓英雄道德 常人道德 常人道德就比如说 你跟我说早安 我就得回 早啊 然后人家给我端端个什么东西 我说谢谢啊 这叫常人的礼貌道德 我们不太讲这个 我们讲的都是什么 像雷锋那样的 谁默默感动中国式的 他怎么跳水牺牲自己 都是讲这个 但但结果就整个国家 现在没有什么常人道德礼貌 全在讲英雄 但那个其实我们做不到 于是那个我们只好说 行啊 他牛啊 他虽然死了 但他很伟大 活在我们心中 活在我们心中 然后就现在呢 变成说真话 是到底是属于哪个范畴 在我看来 说真话本来是常人道德 当然我们常人不可能 老说真话 对不对 但至少不要太离谱嘛 但现在变成说真话 在中国变成一种英雄的道德 就跟一个人牺牲自己救人一样 我是学礼的 我学医其实是一种理科嘛 然后我就有挺强的感觉 是什么呢 你如果没真 所有的方案可能 都是错的 转回来 实际上是害了病人 实验是错的 病人的主术是错的 体检是错的 比如说为了方便 我说点说 哎呀 这个不做了 告诉你一个术 病人说 哎呀 为了方便 我就告诉你哪块 尽量给你打发走吧 体检不做了 这个查体不做了 最后你方案能是对的吗 这是一个很基本的想法 有时候我看 替老师看那种 交上来的这个 这个实验文章 要发在这个杂志上 后来我说 老师这不可能对 他说 我说他造假了 我说他说 他说你凭什么这么说人家 我说你看这些数 比如说有50个数 全是偶数 说明什么呢 原来可能他有31个病人 他觉得呢 没有统计 意义统计出来 成了二 所以一切的分析 都是偶数 偶数 偶数 就进行这种东西 我说那 你有很 很有可能误导 搁在国家核心杂志上 这个其实之后的丑闻 屡屡发生 你觉得 为什么 有时候跟平常人说话也是 我说 我经常说一些话 那些人就这么看着我 我说你在干嘛 他说 您真是这个意思吗 我说听好了 我只懂一种汉语 如果你说 我没有表达清楚 你让我再重说一遍 如果你 不认为这个字面意思 是我心里想的 我实在帮不了你了 所以说你会觉得 到底为什么 我有一天 终于转一圈说 可能就是发展阶段 跟刚才你说的 大家都觉得没钱 都觉得应该拼命向前 有可能就是 还是发展的 需要更多的时间 我觉得就是 咱们不能接受真相 很多真相是不可以接受的 你比如我举个例子来说 什么时候要说真话 我问你 你们俩好色不好色 你们俩要说真话 说我们好色 哎呀 我说这个风气太不好了 这个乌烟瘴气 这怎么能接受呢 于是你们 得说我们是圣 你们不应该 你们不应该说好色 就是这个真实啊 我是个 如果我是个主持人的话 我认为不可以接受 因为我这个节目 应该充满了 无欲的气息 而不是充满了 好色的气息 我以为大家爱看你 主要因为你觉得 还相对比较真一点 我早就被验了 还有一种情况是这样 还有一种情况是 并不是不说真话 而是把某些领域排除 出真假范围 比如说好色 在绝大部分 我们的电视台节目里面 主持人根本不会问这个问题 对的 对 没敢问这个问题 连这个问题都是不应该提的 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呢 所以根本连进入真假的范畴 都还没进入 对 你如果说我们做主持人呢 都能够随便问 你好色吗 他很坦白 或者说 这叫做能说真假 所以你知道 就是咱们的节目主持人呢 我就发现 其实照私生活里聊天来看 都像是少儿节目主持人 他就他假设这个 你就你要不要他说话 但是你真 哎呀 穿裤子了 他是好像观众都是 都是少年儿童 所以成人节目也像少儿节目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你刚才讲的 有一个大哲学家叫罗素 我记得他讲过一个类似内容的话 他说我有一种信仰 他说我坚信 真正的美德 只有在真实的基础上 才能生发出来 因为有人说 如果承认真实 人类太丑恶 但是罗素有一个坚信 他就坚信啊 我们先承认了自己是什么 才有可能从中生出自然的美德 虚伪可耻 对 但你刚刚说 虚假可耻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就是因为 把我们全部当成少儿节目的观众 我们才是需要被引导的 要不然我们干嘛 老是中国人民需要引导的 那你也先承认孩子是怎样 咱们今天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你不是怎样 你得被引导 不能跟孩子说 你是父母生出来的 一定是你